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的一把位二把位呢 我们简单的过一下吧 李弦 拉空弦是刀 然后呢 按一指 二指 三指 紧按二指 三指 紧按二指 发 然后呢 小指 稍微离这个四指远一点 烧 这个音呢 应该和外弦的空弦是同音高的 应该是同音高的 烧 那一把位的李弦呢 就到这就完了 倒的 咪发 烧 倒的 咪发 烧 这就是一把位的李弦 然后上到外弦上 空弦 烧 然后一指 拉 二指 吸 三指 刀 这个三指呢 跟二指还是挨着的 然后 四指 吸 拉 然后四指 四指 离得远一点 烧 烧 高音的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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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稍微离远一点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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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近一点的话,就是发 这是四指管的这两个音,这是说的外弦 那李弦是从发开始的 发,收,拉,吸 这几个都是有一定距离的 如果再够一点点 就到了这个刀的位置 李弦的小指 再远一点,也就是刚才拉外弦的时候 骚的位置 它就应该是高音的刀 那这个位置呢,它也是 这个弦有效发声长度的终点 就是从这个琴马到千斤 这个位置的终点 如果我们找找的话,用一指来找 这个终点怎么找呢 大家能感觉到是相差八度 这种感觉 相差八度的感觉 如果我们量一下呢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终点呢 这么长,然后加这么多 然后这个呢,也是这么长,加这么多 所以它就是终点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三把位呢 就是用一指找着这个终点 找着这个终点 这就是三把位的一指 它呢,如果在倒烧弦里边 里弦就是高音刀 外弦就是高音烧 倒烧弦嘛 里弦,外弦,倒,烧 然后 这三把位啊 这三把位啊,由于它这个 这个这个 要往下了嘛 这也是弦跃的一个普遍的规律 那么它的距离就要越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二指要挨着一指 三指挨着二指 就比较近了 啊 先说里弦 倒 烧弦 这就是 三个指头都挨得很近 倒烧弦 如果是外弦呢 少拉锡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四指 四指的位置呢 离这个三指啊 稍稍的远一丢丢 对于指头比较大的人呢 或者说手比较大的人 你就是 基本上就是自然的贴着就行了 就是不用刻意的靠近啊 就可以了 自然的这么 就可以了 它就是 那个 另外一个音啊 什么音呢 就是里弦的话就是 外弦的话就是 烧 烧烧 那刚才说了 一二三指分别对应 倒烧弦 外弦呢是 少拉锡 那差一个高音 差一个道 和差一个发 这个怎么着呢 用三指 就用三指 往上挪一点点就行了 倒烧弦法 SO 就挪一点点 那少拉锡 刀呢 这个锡刀也是用三指挪一点点 少拉锡刀 这个挪一点就好 因为它挪的距离近嘛 这个音呢不太好掌握 我们需要多多练习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